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沿途這樣 空間 你分別有什麼 A啊 B啊 C啊 你知道的點沒關係 長短都沒關係 不管你有幾點 如果你可以量到這些距離 跟時間 你會很聰明去算這個 對不對 你會去算這個 這是相鄰的配對 相鄰的配對 就是一格而已的相鄰 再來你要去算兩格 知道嗎 再來呢 這個 那就把它算兩格了 然後再來把它算三格 然後再來把它算四格 再把它算五格 頭到尾 這叫平均速度 一般人都會去算這一格一格跟算這個 大部分人只算這個來 這個大概是首選 可是裡面高低不一樣 這裡數線如果是50 對不對 這平均算起來說 它48沒超數 那它可能在這裡53 這裡42 40 對不對 會吧 有可能吧 對啊 然後撞之前可能55才踩煞車 這裡數線是50 你看它會增值這件事 這是k等於2 k等於3 k等於4 你看 你只有把全部有點無聊 我知道 沒關係 你都把它列出來 表示你有想過 你是有點學問 不是亂算而已 我們是reconstructionist 我們做我們該做的就好了 這是唯一的差別你在外面不知道的是 那至於這個切的點你要極盡所能 烏日那個案子是很點心的 我們包括車走的位置在哪裡都去量了 這是一部大貨車 地上只有兩個點 別忘了 如果這部車還在你還可以去量 這裡就有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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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有個 這個叫軸距 這叫車長 所以這裡有abcd 你在剛才我在弄這個的時候是什麼 是只拿一個點來跑 極盡所能 為什麼 因為這個很精準 你知道嗎 軸距所有的車子很準 什麼2.56 兩公尺 56公分 很準 ad 跟bc 這兩個是很準的exact distance 這個案子 車速裡面這個最關鍵是這個 要給各位看的是高雄高分院那個 我中間都答應你們 要show給你們看 那個mapping那件事 地院子的時候第一次判 也是啊也是啊 也是這個摩托車啊 判30天拘役 所以大概罰3萬 那開車的沒事啊 左轉那個啊 ok 好那你去看高等法院啊 他去上訴啊 上訴駁回啊 那這個陳家任加了緩刑兩年啊 給他還更輕一點點啊 那裡面他們談的 他後來相信這個啊 你看告到可以來談這個說 誰闖紅燈這件事啊 其實那小孩子一開始講的話就可以知道 其實他是遠遠看到黃燈繼續起過去啊 那這些事有時候瞬間一秒根本不知道啊 很難判斷啊 還好他不是真正那灰色地帶 所以我們找得到紅綠燈 你一定要去看那個紅綠燈十字計畫 綠幾秒 然後變成黃幾秒 然後紅幾秒啊 紅的前面兩個是全紅啊 懂嗎 你要知道這個 所以你兩邊匹配起來之後 會有一個那個 十字計畫圖啊 好 那我們怎麼做呢 先記錄他的每一秒 每一秒 北向南 南向北 西向東 然後這邊一定是東向西 有沒有 包括有行人有摩托車 沒關係只要有車你會把它寫進去 都把它畫進去 這個應該是有車子停住 都把它畫進去 你有幾步 兩步車就畫兩步 一步就一步 這發現很明確看到有人左轉 到北往南的方向 懂嗎 你把這個都畫了 這還不難吧 你可以畫 這一直有了 車子在停在那裡 畫了我們不是說有紅綠燈知道嗎 我們要放上去試試看 你看到這是把101年的 這裡有車子 然後我們就畫這個 很難耶 各位看到老師以前多辛苦啊 台南科學園區的 西拉雅大道跟南科南路 有人出了車禍 我們用這樣 用這樣太古典太麻煩了 然後把這個車子的放進去 改進到這個程度 這個程度來了 這就是這個 一樣 你看起來還是一樣啊 有什麼不一樣 好 可是這樣子你紅綠燈怎麼疊上去 有 我們這樣做 我們後來弄到可以 你不是有綠燈黃燈紅燈嗎 把它疊上去 這就是今年2月我去高雄高雄 我就把電腦帶去了 這個就直接拿出來 因為講不清楚 每個人看了文字了他也聽不太懂 怎麼辦 我現場就弄給他看 我說 我們紅綠燈都已經知道是長這樣 但是是不是在這個位置不知道 我說來我可以移給你看 我可以把這個 紅綠燈這個移啊移啊 有沒有我可以移啊 這移有什麼差呢 移了之後呢 移了之後就是這裡綠燈有人開啊 這綠燈有人開啊 可是你會開始發現什麼事呢 發現紅燈很多人在床 這是不對的啦 懂嗎 我們要把床紅燈最小化不是嗎 你就會發現這個如果一移之後 就會不對 我們剛才停那個位置是最佳的答案 我們是靠這個在那邊移移移 當然你會覺得你不是用人在算 對 今年2月的時候我是用人在看在算 往後我開始不要這樣了 我們弄一點數學進去Excel 懂嗎 讓他自己算啊 算來我給你限制式啊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virtually去move 去map 去映射 想辦法去映射到說我這個要最小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就是minimize run rate 闖紅燈極小化 這個人 這個人 看得懂嗎 我是在黃燈的最後尾巴還衝進去咧 那個因為我現在是用每秒啊 不是零點幾秒啊 所以這就有點灰色地帶會碰到這樣 所以我們還要看車流啊 那我們最近也正在實驗啊 看這樣的話 車流量多大會不會影響這闖紅燈的比例啊 所以你學理上支持的時候 就有些答案出來就很穩 法醫的文字啊 鑑定啊 他這樣說 他認為啊 這樣的底盤高度呢 實則 騎摩托車啊 被小客車壓的時候啊 前後鑽住 推定 張女應該由造勢車輛前方滑入車底 為什麼呢 他因為身體沒有被輾過的痕跡啊 車禍晚上一停住之後是這樣 這個小女生呢是這樣 他被人家摩托車載 就這樣 可是這裡就沒有輪子壓過去 來請問他怎麼跑到那裡 車子停住之後 這樣 那個救生 真的是這樣 真的驗屍的時候是這個都燙傷 然後開車的女生說我沒有 我沒有輾過他 法醫認為他沒有被輾過啦 可是他人在這裡啊 請問他安全帽還在喔 他是這樣 好啦 這畫我畫單邊而已喔 另外一邊不畫 他是這樣啦 人家車子這樣開 晚上啊 然後這摩托車他被人家載 這高中生啊 然後在彎的時候他一滑倒 人就噴出去 汽車就停住就變這樣 欸搓進去車子停住他在前輪的後方耶 這是車子啊他有撐起來 所以撐起來這個東西我就看半天了 注意喔他有寫這個右輪喔 不然你還看不出是什麼咚咚對不對 這裡有車頭啊警察 這是右輪喔 然後呢還有這一張啊 這一張右輪在這裡 車頭在這裡 看得懂喔 答案在這裡 這看了好幾個月喔 通常你在前輪的後面 這一部分一定被這個壓過 有嗎 你塞進去也不會塞在這裡 你塞進去大概塞在這裡 一般的車子底盤會這樣嗎 你看過嗎 我第一次看到車子底盤這樣 這個是有名的落圖 落圖是判斷POI最好用的證據啊 因為騙不了人啊 為什麼啊 因為底盤離地最低 剛才說了十幾公分而已 這種貨車也不錯二十幾公分而已 有些地方比較高啦 他不高啊 而且那個落圖是圖啊 他飛不了多遠 飛太遠就不見了 就飛走了 連一起吃飯 晚上在這個三合院你知道嗎 這可以曬稻子的那種鄉下的房子嘛 有一個廣場 然後那天有客人來吃飯 連在家裡那屋主的小孩國中生都被叫去法院問啊 因為旁邊都是落圖啊 警察認真拍我們會知道答案了 撞了當下這個輪子是在這裡喔 不是說車子原來是停在哪兒 撞的時候 因為一撞的時候還好他們別的東西都不敢動 等一下會看到這裡 他是削到這裡 撞到這裡 這個是輪胎啊 輪胎我說如果他聰明用台的不會這樣 輪子不會轉 他如果倒退在前進這些會被壓爛 對不對 因為這東西都沒有動就長這樣啊 所以落土極定晚上你看警察好好拍 都不是很清楚的喔 我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有沒有輪子在這裡啊 看得出來嗎 因為這輪虎到處都是泥巴啦 所有的車子都這樣 你家的車子也一樣啦 下次一撞你就知道看了 輪子如果被撞左後腳 左後輪的旁邊一定都是粉 輪子原來在這兒 好 我們靠近 你看這會這樣嗎 請問 有碰到這裡啊 後輪擋泥蓋凹進去對不對 那你想應該在這裡吧 怎麼會在這裡 我問你這根本說不過去啊 所以這輪子被轉動過 車子就是移動過啦 我們也曾經被 查因為撞了一個喝酒的機車對象了 對象超車啊 所以我們就被叫去做實驗 這個還不是你看到那種坡度計 這很長 我拿來給你們看是紅色的嘛 對不對 30公分 這是兩尺60公分的 有坡度的話是有影響的喔 對不對 之前教過啊 有坡度會影響F值 那出事的警車是這種 它撞的地方在這裡啊 等一下就來跑 誰開 我說誰開都可以 開多少 大約多少 不一定多少 只要是真正這個點啊 我們在量距離啊 你要知道大車重量小車重量 那大車的煞車距離 小車被 小車的摩托車被撞完之後 在地上刮的距離 滑了多遠嘛 那你就知道它落地的時候速度多少 被撞完速度多少 最後滑到變0 因為我們重建都是從最後往前算嘛 V等於0往前算啊 所以知道你原來速度是多少 然後就可以算出碰撞前 汽車的速度會是多少 我們沿途量的坡度會這樣 有點坡度 你看6到7嘛 不算小 不算小 這是台三線的某一段 最後就有一個數字 也是個範圍啦 我們也沒辦法說真正就是多少 範圍就好了啦